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林濟貞 然後這是我的作品主題 叫做情緣 然後是晴天的情 緣分的緣 主要是在描述 在我身邊中那些比較 在我身邊那些溫暖的緣分 然後我想要好好謝謝他們 然後都是以一些像 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很有象徵性意義的動物 或者是植物去做 去做發想然後表現 然後像是那張是親情 然後是鬥魚跟我的關係 我跟家裡的人是分不開的 然後是密不可分 關係是很密切的 然後就是這張 這張是親情 然後下面這張寫好了 這張是愛情 它也是我唯一經歷過的一段感情 然後我覺得它很珍貴 就是算是 就算是現在不在了 我還是覺得它是 對我來說 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很深刻的回憶 然後也給我很多溫暖 然後這邊是友情 然後他們給我很多鼓勵 然後我是以黑罐馬路去做發想 這是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跟我朋友之間的小摸棋 就是我們兩個 我們之間會在那邊 嗚嗚嗚嗚的叫 就是黑罐馬路的叫聲 對 然後就以它來做發想 然後最後一張呢 是成為溫暖 可以從下往上拍 還會亮亮的 因為它是金箔 然後我是希望這些 因為身邊的人 帶給我很多這些溫暖的感覺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傳達給 之後遇到身邊的所有的人 然後這是我的作品 好 我選用的媒材 是用編織的手法去呈現我的作品 是因為我覺得編織的工藝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 但是其實很少可以看得到就是 有這麼大件的作品在國內出現 所以我想要嘗試看看 用這樣子的媒材去呈現我的想法 然後第一件作品呢 是在闡述我小時候 這裡有我的心路歷程 就是從第一件開始 小時候然後到青年到成年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想表達我 我在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啊 可能會有是非對錯辯認的問題 就像是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一個面向 我們認為它是對或是錯 就是絕對的 所以我覺得我小時候 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是保持一個好奇心的狀態 然後並不知道就是 怎麼去辨別他們的是非對錯 然後到青年的時候啊 我可能遇到很多不同的情況 然後遇到一些困惑的事情 所以說就馬上 困在一個破舊的傷心 可能會覺得很困惑 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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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成年的時候 就是到成年的時候呢 就是可能對於世界上的 是非對錯的一套自己的想法 所以說我會對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會用自己的一套想法去思考 這個事情的所有面向 然後呢 我們這個作品主要是在說 月經是每個女生必經的過程 然後將月經具現化 讓觀眾更能代入其中 這個作品我們花大概一年的時間 那就是我們五個人 就是各自分工 從劇情的最開頭發想 然後到最後面 就是整個包含分鏡啊 然後動畫的製作跟剪輯 都是我們自己去構想 然後一起討論出來的 就是在說就是一個女孩 她第一次來生理期 然後就是有那個緊張恐懼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用動畫的方式 比較誇張的手法 去呈現給大家看 就是因為可能不多人知道 男生可能不知道就是 女生是經歷什麼樣的感覺 對對對 可能不了解 好,好,好,好 好,好喔 謝謝 好,好,好 我們的作品叫做MISS 那我們的跟以往就是學長姐的畢業展 畢業製作不太一樣 就是之前都是存3D動畫 那我們這次有融合了3D動畫 然後2D動畫跟實拍的部分 那我們主要在講的是有關於一個未來科技可能的趨勢就是數位永生底 就是人在死亡之後我們可能會儲存在雲端 然後讓就是還在世的親人可以緬懷過去的親人 那透過現在很紅的元宇宙的概念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主要想要傳達就是 跟大家講說不要等到失去了 然後才來後悔說當初沒有好好珍惜把握這一切這樣 那旁邊這位是做我們這是做3D的部分 那我是實拍的 然後這位是做2D的 對這樣 所以是發惡 只會用郵佔多一點 rainbow現在又變父� beep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